資方真的弱勢嗎 這是強勢嗎 資方是弱勢啦 說我難聽 台灣的經濟是我們的資方跟老房拼起來 不是都跟老房拼起來啦 說得實在 我們的公務人員的薪水慢慢來 也是資方理出來啦 英國的薪水慢慢來 也是資方理出來啦 我們這些資方都妖魔化 你知道嗎 台灣大陸有勞工過勞史 幾乎我講幾乎沒有啦 我跟你講啦 你要了解他本身就有可能有賠 人工跟老闆是一體的啦 我跟你講 你勞到現在一定勞到說 現在老闆跟人工都哪有對立的感覺 你知道意思嗎 台灣也是很少有這個勞資糾紛啦 你不要放大啦 我跟你講 因為台灣是中小企業的那個 我跟人工都沒有這個 你如果內帶就照料料的 我跟你講 我是一個企業主 我 給老闆局發貨 一通電話到勞檢局 隔天就到了啦 勞動部 非常的勤奮啦 這個業主啊 是被他搞得天翻地覆啦 不像你們講的那樣子啦 從開始來幫你照料 四點五千久不早就是一定要資料啦 資料不到他就是不會走啦 公司什麼加班 企業什麼加班 不是你們講的工作多啦 東西做好的 老闆就要再出資料 是他們加班費啦 有的零力不夠的 第二點零力不夠的 是不是老闆這麼要加班 把工作說出來 不是像說 企業加班都是因為 這工作量訂單多啦 有零力的問題 有做法的問題啦